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的9点20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西安城北客用站 今天早上我要坐车去咸阳市的三元县 早晨的风比较大 对面就是城北客用站 现在下千桥去坐大巴车 三元县距离西安比较近 从西安到三元县大概50公里左右吧 也不是很远 有点反光 城北客用站主要是发洪川沿和榆林方向的大巴车 就是黄土高原的方向 陕西的北部 如果想去原家村的 也在这个城北客用站坐车 先买票 现在都是凭身份证买票 如果没带身份证的话 现在客用站里面都有这种临时身份证的 办理终端 请选择乘车日期和终点站 请选择要乘坐的单次 15块钱 终点站 这是发的一些班次 看一下原家村 请选择要乘坐的单次 到原家村的话 一天是 一二三四五 五趟车 应该不止五趟车 它只显示金签的 还没有发车的班次 人挺多的 进站 复平三远马家湾出发 到三远县城了 对面是三远汽车站 看一下县城 今天风比较大 最近有雨 三远县隶属于陕西省咸阳市管辖 架设一个街道 九个镇 人口有四十万 也算一个人口大县在陕西 这边属于陕西的卫北地区 三远县与西安市的陵同区 严良区 还有高陵区接壤 里边的话是同川市的耀中区 它还和卫南市的复平县接壤 三远县历史特别悠久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城隍庙 这个城隍庙的话是明代的建筑 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了 里面还有一座博物馆 一县城二十多公里处的 还有一座古葱落 叫百摄葱 它是地坑院的建筑 三远县周边的话 还有唐地灵 唐十八灵 有三座陵好像就在三远县这边 像唐县陵和唐端陵 都在这三远县的周边 现在到城隍庙里面转一下 这是售票的好像是 不知道蒙票多少钱 这座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八年 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了 它属于宫秦市的建筑 由武崇院组成 城隍庙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对三远县的一个介绍 三远县古城池阳 它位于陕西关中平原的中部 正对面是城隍庙的罩壁 高的话大概在五六米 上面是琉璃瓦 特别漂亮 我见过最漂亮的罩壁 应该是蒲城县城隍庙 蒙前的那个罩壁 特别精美 下面是青砖雕刻的 这是城隍庙的大蒙 蒙票四十 算了 不进去了 蒙上的雕刻 特别精美 屋檐上全是琉璃瓦 门口还有两座石狮子 休闲步行街 到步行街转一下 好像也没啥 都是一些铺面 没啥特别的 这桥街叫正复街 走在街道上挺凉快 中午了我早饭都没吃 现在街道上人不是很多 沙县小吃 牛肉饼 还是吃个关中特色吧 我想吃个葫芦头 哪里有 整座县城的规模挺大的 我刚才的话 坐了个三龙车 看了一下 陕西这边的话 特别是关中 主要是以面试为主 今天天气特别好 要下雨了 一直在刮风 不是很蒙热 摆到这边看一下 下面的话是 过去的东大街 豆腐脑 吃个葫芦头吧 好久一吃 陕西特色的葫芦头泡馍了 再往前走 有一家葫芦头泡馍 坐在这 葫芦头树下 都在打麻将 特别凉快 我看那个泡馍 好像就在我对面 找马路过去 这种排的年轻人 已经不会玩了 都是一些老年人在玩 你们见过吗 每次的话 这有三个人 都是一龙一龙的玩 这种县城的话 有这种小公交车 叫呼我速度来 呼我速度来 你可以扫一下那个码 在那个公交站那里 一龙三宿十四四宿十二元 快餐 陕西这些县城的话 基本都一样 卖吃的都一样 没啥差别 这边有一家葫芦头泡馍 尝一下 葫芦头是24 送了小菜 泡菜 泡椒和辣白菜 泡馍24 海鲜泡馍也24 陕西特色 葫芦头泡馍 里面有葱花香菜 这是安虫蛋 木耳 这是葫芦头 葫芦头就是猪大肠和小肠的连接处 这个吃起来的话肥而不腻 汤的话都是精心熬制过的 里面还有粉条 你们能吃习惯这个猪大肠吗 24块钱 量特别大 这个是邦邦肉 还有丸子 油杂丸子 这个饼的话是死面饼 也是陕西特色 都是面饼 看着都香 这个肥肠的话特别多 这可24块钱 特别值 量特别大 非常巨大的一栋 一栋顶两栋 这还是油炸豆腐 里面还有海鲜 看见没有 这是鱿鱼吧 这是 我是第一次吃这边的泡沫 这个是什么 油炸猪皮 鱿鱼 带着鱼 我有一天 我特别有 野鱼 是有油炸 鱼 不顺 这滋味 有很多 没有 今天 最新鱼 最新鱼 吃的人也特别多 怪不得生意好 量太大了 没吃完 它那个磨的 也特别有特色 是那个方片形的 这种肉 油炸丸子 油炸猪皮 吃的挺过瘾的 真的 我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 这个葫芦头泡沫 它做的肥而不腻 汤的话也比较虫厚吧 特别好喝 现在县城里面的人都特别少 基本上没啥人 过年的话县城人都 这边还有一个高兴区 这两天有雨 我就在西安周边转一下就得了 哪里都不去了 好了各位 今天到了三元县 从西安坐大巴15块钱过来 吃了24块钱的葫芦头泡馍吧 味道特别好 量也大 吃美了 主要是凉快 天下一直在刮风 挺好的 咱们下一个视频见吧 让我想一下去哪里 拜拜各位